大家看一下 目前看起来 电脑程度也没有意外的 大概就更三分之一吧 进阶大概就四个 所以十个里面 40%最多是进阶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高阶跟入门 刚好就是各半 各三个三个 OK 30、30 所以如果你是进阶的同学的话 当然你看诗情况 如果你就OK 你可以把我上面还有其他的翻译 你可以甚至练习看看 有很多延伸的练习 如果你假设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你可能自己回去再花时间 我会把影片录下来 然后进阶的话 你就亮丽而为吧 我是觉得你可以再往前 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有一半的同学 是有上过入门课 真的蛮好的 因为这课 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VBA的基础 方法就是 最好是会 简单的撰写跟录去的 录制的VBA 那以色列我觉得它的优点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程式不会写 其实是可以透过录制去期 可以产生你需要的程式 但问题你要懂得录制完之后 取得了程式 你要重新具备有重新编辑 那个聚集的能力 OK 然后 至于细节后面 我们会再来谈 然后其他的话有上过其他课 然后大概有一个同学完全没接触过 还有没上过 但有上过Python的 其实概念有点类似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爬虫 你刚才用Python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很多人学了Python之后呢 那爬完之后 最后之内还是会到到Excel 那里面说你要两个软体 那为什么 Excel本身就有爬虫功能 你为什么不直接 一个软体到底就好了吗 对 就好像说你如果 一定搭车的话 你最好是能够直达就好了吗 你不会说 我现在搭到这边 我还要换车 有没有 然后换车之后才换 就像说我这一次 其实本来想要去搭 那个长期新干线 因为是去年11月吧 才开通的 长期新干线 但是后来我就想说 算了 不太两大 为什么 因为它很妙的一点 长期新干线本来是从 从波多车站 直接可以做到 那个长期 可是因为左鹤那一段 因为左鹤区 左鹤那个居民反对 说不行 如果你这样过的话 我所有旅客 直接都到长期 要不然直接到 中间没有人来了 所以那一段就不通 所以它下面的中间 有一段叫 还是用 传统的列车 然后呢 到那个 有一个叫什么 五熊温泉的地方 才要换 所以其实很 很奇怪 这样你要下车 然后走到对面去 换车 再到长期 那 想说那这有什么 所以我就没想去 因为我觉得好像 好像就半套 所以很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 好像Python跟VBA 我觉得 所以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干脆 学VBA就好了 因为我一个软体 我的需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做真的 我只是想要把资料 爬下来 那以色列 从头到尾做完就好了 如果两个都可以 那为什么 不过我是建议的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两个都学是最好 为什么 因为毕竟Python 有它厉害的地方 因为它很多套件 但是如果你的需求 没那么大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把VBA学好 然后呢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延伸出去 不过前提是你时间要够多 我发现现在人最缺的缺时间 有没有 其他都没缺 还缺钱 其他很多 所以 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还是要做有效的规划 就像说我发现 我虽然去八天 但是我把八天 把八天当八个月 没那么夸杂 大概一个月来规划 也就是说我如果觉得浪费时间的地方 我就不要去了 不然我去了之后 我觉得浪费时间 那我很难得跑一趟 那所以我眼睛一定要去那种 看到人真的是国宝籍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去得急 因为目前 日本虽然有百城 那个城堡有100个 但是其实真正现存 是真实留下来的 木造的 其实只有五个 那你说老师 那其他百城是什么 其他都是假的 不是说假的 其他是后来重建的 OK 像你说那个大阪城 明古屋城 都是水泥造的 那都已经是后来 因为已经战争之后重新翻的 所以这一次我又去了两个 一个是犬山城 也真的木造的 然后一个是松本城吧 也是木造的 哇 真的 都五百年以上的 里面也进去 哇 看为官司 真的值得来 完全没有觉得浪费时间的感觉 其他看一下 大家最有需要的 资料下来 这应该是重点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课程重点 就是要爬资料 那爬资料的话 我们会先从简单的 载到进阶的 所以会渐进的 OK 比如说资料格式 最简单就是CFV 或者文字档案 然后其次的话 像Jackson 像XML 或者像其他格式 那这来比较困难的话 像是网页的HTML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 渐进的去完成 那其他还有像 因为如果你要把它 爬下来之后的资料 当然你如果要做其他的处理 比如方法资料查询 或者会字图表的话 一定要把资料正规化 所谓的正规化 就是要完全长得像 我们的资料库的一个 标准格式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事情 那这些呢 其实如果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那一定会非常花时间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 可以写个程式 马上把你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构 给变出来 有些像现在的资料量子会变多 像以前可能几十笔几百笔 你还可以慢慢弄弄弄弄弄弄 我还很多人每天都在用土法链 但是太浪费时间了 你今天做完明天还有新的 新的再来一次 明天再来一次 真的浪费生命 但是如果你会用这些方法 我跟你讲回不去了 为什么你只要把程式写出来 按执行 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而且你今天解决完 明天照着比照办法 那不就彻底解决问题吗 那天空多了嘛 所以马上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你的时间会变多 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一直每天都花时间盯着萤幕 然后一定要滑鼠键盘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通病 像眼睛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一直盯着萤幕看 然后还有手臂 或者是肌嵌岩 为什么 你一直Ctr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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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然后滑鼠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然后眼睛一直盯着看,一直看 怎么会不出问题 所以如果你把它换个方式 想程式的时候 你要思考如何透过 Excel BPA 里面有提供的功能 然后你把那个问题 按部就班的把它解决 那至于细节 我会在后面会跟各位说明 其他的话有像这个 苏纽分析表也是我们重点 苏纽分析表其实是 Excel里面的一个很强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如果跟Python比的话 Python是完全都要写程式 没有图形化界面 可是应该有用过苏纽分析表都知道 你只用图形化拖拉就可以了 那你说老师那可是写程式的话 以后还可以 就是那可是VBA怎么写呢 其实很简单 苏纽分析表也可以把它变程式化 那至于怎么做 后面我会跟各位讲 如何把苏纽分析表结合VBA 其他的画图这些都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那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课 工作上需求 所以看起来应该大部分同学都因为 工作上有这个技能需求 然后大数据 然后怎么会知道这个的 这是个选项 所以应该从我的 我的网站的影响力好像还有一点 我今天是来的人不够多了 然后还有广告连接 如果你有留意没有信箱的话 我会把今天的影片 直接寄到各位的信箱 那之后如果你想要 也收到上课的影片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我们上课的云端 有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你们讲义的第一页也有 就云端里面你连进来之后 这边有个教学论坛 那以后的话 我会把上课的影片都贴到这边 所以如果将来你想要收到每次上课的影片的话 很简单 第一个这边有说明 你要先登入Google帐号之后 第二个的话 申请成员资格 然后记得 告诉我的你的名字 因为我只有接受上课学员加入 外部的人不能加入 所以请你务必一定要让我知道你是上课学员 什么方法都OK 你给我名字好了 我也可以比对一下 OK 然后我就会把你加进来 那你加进来的好处是说 以后我只要上完课 我会把影片放YouTube面一个清单 贴上来直接就会转到你的信箱了 然后呢 你只要打开Email 你就可以看到连结 点击之后就是YouTube上面的播放清单了 应该YouTube播放还蛮简单的 因为很多电视都可以嘛 有没有 你就直接播放 在客厅也可以复习 手机也可以 任何地方都可以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好 那所以大概先原则上 讲一下我们这上面 其他的话 还有这个网 记得哦 这个网址 这个话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的话就01 以Essal费入北市住宅 来窃盗点位的开放资料 这个当然 如果日文班之前也有带到啦 不过我们等于是做个快速复习好了 比如说呢 假设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台北市 这八年来 因为刚好柯P谢了 他到底对于 窃盗的这方面的资安 是有怎么讲 有帮助 还是说呢 还是没有帮助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不好 那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都在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个连结 当然这里下有些三观说明 我们其实是希望画一个图表 把结果给绘制出来 类似像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然后各区 哪一区的窃盗案件 比例各是多少 哪一条路窃盗案件是最多的 当然第一个 我要取的资料从哪边取的最多 其实很简单 你就打开放资料 这边其实就有了 然后你可以找到台北市的 所以这边很简单 如果要假设 当然你如果之前假设练习过了 这一个资料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其他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改成 OK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把它输入 关键字的话你就是找一下那个 我换一下那个键盘 那个键盘是这边的 你打一下开放资料 然后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开放平台 那网址的话其实还蛮好记的 叫data.gov.tw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要找那个住宅窃盗之类的 当然你也可以比较一下那个 六都的住宅窃盗 我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话 那他会 诶 住宅家 汽车现在也有 然后自行车 这个就是 那其他的话当然除了台北市之外 其实好像台中啊 桃园啊 新北啊 其实你也可以换一换 你可以比如说我今天以这个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点位 找到之后呢 如果我有一个问题 我希望 可以针对这一个资料哦 帮我在Excel里面写一个程式 直接写完就按个按钮 自动可以让我呈现出我要的图表样式 比如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如果刚刚在云端讲义上面问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当然如果以按钮再来看 第一个就把资料下载下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 会是那个历年切到折现土 然后等等的这些资料 那请各位先稍微把那个 云端的这个部分先了解 那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那我把画面 先切还给各位一下 OK 好